再請教一下小麥 說梅艷芳的遺產 讓梅艷芳的媽媽 跟梅艷芳的哥哥斷絕關係 這個真的是 這個他們家 梅艷芳家族 媽媽跟哥哥增產的這個風波 已經上演了十七年了 本來這個媽媽跟這個大哥 就是梅啟明兩個是聯手的 本來是兩個母子是聯手 來討這個梅艷芳遺產 因為梅艷芳當時走的時候 他其實立了 他也信託 他立了他 為什麼 媽媽跟哥哥都賭博 尤其這個大哥 梅啟明 從梅艷芳剛出道的時候 就曾經因為開狗的廠 跟梅艷芳借錢 媽媽說你借哥哥錢去經營 結果一下幾百萬就沒有了 所以梅艷芳從小對他這個大哥哥 就是 是有戒心的 也賭博 媽媽也賭博 所以梅艷芳知道 他當走的時候 他雖然留了很多錢 但他就是信託 媽媽每個月給多少錢 生活費 然後給他二哥 不給這個大哥 他二哥的小孩 什麼生活費 他另外兩個房子 寧願給他最親密的一個 幫他做造型的這個劉培基先生 送給 他房子送給人家 也不給自己家人 梅艷芳把他送給劉培基 劉培基 房子 有兩個房子送給劉培基 因為他覺得他夠 他覺得他的錢給他的家人花 給他媽媽花一輩子 他只要供養他媽媽 他大哥他是不管的 他二哥 他是小孩 他覺得他只要供養他媽媽 他媽媽第一輩子用不完的 所以信託 那當時他媽媽 梅艷芳一走了以後 這個律師公告出來 這個信託 這個遺產 他媽媽不能夠接受 立刻控訴跟媒體說 我女兒的錢就是我的 我幹嘛還要接受別人信託 還要這樣 每個月給我兩萬塊 幾萬塊施捨我 就開始抗告 那他的兒子梅啟明 老大也跟他們一起去跟法院抗告 可是沒有用 因為已經法律信託了 好了 媽媽就他們這十七年做什麼呢 兩個人他們還不只控告 還貼布條 在路上 他們什麼時候做 還在那邊貼布條什麼 還我 還我公道怎麼樣怎麼樣 就一直喊冤 一直說什麼劉培基這些 他的一個經紀人 聘吞我女兒的錢或怎麼樣 好 結果都不行 他媽媽就怎麼樣 他媽媽就用各種 你知道這十七年裡面 他媽媽有各種方法 所以有一次說 我年齡大了 我要去環遊世界 所以我現在希望從這個 因為他給我的這個 每個月錢不夠 希望給我一筆多少錢 讓我去環遊世界 結果告告告也判決不行 敗訴 敗訴 最後還說 每次還累積了要去控告律師費 還沒有 還要去炒律師費 好 那為什麼剛講說 這個媽媽為什麼跟這個兒大兒子 現在反目成仇了呢 因為你看 現在沒媽媽 現在九十八 年紀很大 九十八歲 沒忘了媽媽九十八 九十八了 他的大兒子哥哥 他的大哥七十歲了 好 結果現在是為什麼 因為一部電影 去年前年香港拍了一部電影 叫梅艷芳 這段片非常獲得好評 就是蔣梅艷芳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發跡 什麼的 可是他媽媽認為這個電影是好的 可是他哥哥又來做文章了 說侵占版權 不行 這樣就是哥哥出來鬧事了 是 他哥哥一鬧這個電影 他媽就跟他哥哥跨進界線 脫離母子關係 因為媽媽覺得這個電影 對我女兒是有幫助的 是好的 歌頌我們的 可是哥哥又來鬧事 脫離母關係 而且媽媽認為 就把哥哥事情爆料出來了 說我這個兒子現在賭博之外 包二奶 然後包二奶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就把他的醜事全部抖出來了 所以他們兩個人 當時是連妹去 要去增產的 現在兩個人隔了這麼多年 也老了 也反目成仇 老實講 如果沒有梅艷芳 那兩個哪有實力去賭博 對啊 對不對 第二個事情是 梅艷芳對你們是好的 如果當時就交給你們 現在賭光了 對 信託你現在每個月都還領 領錢可以生活 他現在這個大哥 他現在是 他不但就是跟法院 你怎麼要錢 因為他包到二奶 生了一個小孩 他把這個小孩得了腫瘤 需要錢 要減治病 要跟法院那個 然後他大哥又去告說 因為他二哥 二哥有個小孩 是梅艷芳從小就資助的 現在長大來照顧 照顧梅媽媽 他大哥先又告說 這個二哥的小孩跟外勞 要濫用媽媽的這筆錢 反正就是亂告 對 今天實在 好 那另外就是現在的家庭 有時候比較複雜 重組 這個像冰芯這邊就有個案例 是男女本來就各有孩子離婚了 然後又結婚又生小孩 我這遺產就複雜了 這個故事呢 就當場聽的人 我們發現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 然後給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也很好奇 四位男士會怎麼做 那我的朋友呢 就是離婚 是老公還是 之前老公還在 他們等一下都會講他們的 對 然後就結婚 就嫁給了這個男的 可是這男的呢 當時跟他老婆離婚的時候 不還 就是很不開心 所以老婆拿了他兩間房 然後還有一半的現金 就帶著小孩就離開了 那離開的時候呢 他就不給他看小孩 就是百般刁難 所以這個男的呢 就是這二十年來 沒有看過他兒子 然後沒有看過他兒子 可是之前生氣嘛 就是說你不給我看 你就是刁難 好 老子就不看了 看你還怎麼樣來整我我 就表現出很絕情的樣子 可是事實上 他一直在追蹤 就是他這個兒子後來的狀況 那他 我這朋友帶著一個也是兒子 那很小 就是三四歲的時候 就就就跟Uncle在一起了 然後Uncle對他也很好 也對他跟我朋友承諾說 會對他視如己出 注意喔 這四個字框框 視如己出 然後他沒有生了一個妹妹嘛 那所以後來這個老公前陣子去見解 哇 完了 發現不好了 長了東西了 然後這時候他突然就覺得說 這這個要規劃一下 要交代一下 那所以後來在他兒子就是成年之後 有一次他真的太久沒有在一起了 都不知道怎麼開口 於是在FB上那個搜尋到就是說 祝他生日快樂 而且沒有想到那個兒子的回應 讓他很感動 然後他居然說謝謝爸爸 他居然知道他是爸爸 你知道嗎 就說謝謝爸爸 然後他也很感動 就是說他沒有忽略他會 然後所以後來他就比如說一些特殊節日 就會那個助他下來 所以他們就是那種冷淡客氣有禮貌 可是都沒見過面 那所以這次說再要分配遺產 未來遺產的時候 那老婆在內心深處 現在的老婆內心深處 就會覺得說 我跟你在一起二十年了 那當時你跟你前妻離婚的時候 已經拿一半走了 所以他在內心深處 他會覺得說 一個是視如己出的非婚生的小孩 一個是我跟你生的小孩 他一個是你跟前妻生 就是你會怎麼安排這三個小孩和我 那所以後來那個 因為這個兒子後來他在FB上 看到他的訊息就很優秀 那他現在這個女兒叛逆期 蠻惹人厭的你知道嗎 就是蠻讓他很傷心的 所以呢 但是他覺得就是好歹是親生 在旁邊在一起那麼久 就沒想到他在遺產分配的 是四三三 以十分來講是四三三 四是給誰 四是給那個外面的 就是就是前妻的小孩 那個那個叫他 破了叫他爸爸那個 不是啦 前妻的前妻帶的兒子 就是他的兒子 他親生的兒子 就是沒有跟他二十年沒見的兒子 他給他四分 他四分 然後呢 三分就是給他女兒嘛 然後三分給他老婆嘛 你知道嗎 那那個勢如己出的沒有嘛 你知道嗎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引發了家庭 勢如己出那個沒有 沒有 就勢如己出的 還沒有 對嘛 所以他就說勢如己出 這你跟我講那個 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就是說 覺得他做這件事情 好像很不明智 你知道嗎 因為他現在生病 老婆還要照顧他 你現在讓老婆那麼不爽 然後對 於是就說這件事情有沒有道理 他老婆就說我不能接受 你為什麼這樣做 他就說我覺得我對我兒子 非常的虧欠 對 然後我覺得我對他非常虧欠 可是他卻沒有好像懷恨在心 就是說他還是對我很有禮貌 這件事情 所以他說我多給他這一份 是彌補我這多年的就是在於 沒有照顧他的心情 所以我希望能理解 然後他講說 我就是不能接受 就是我女兒沒有你外面的兒子的多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也不就是說 我跟你在一起 我照顧你二十年了 我也沒有那個二十年不見的兒子 多我也不能接受 我也不能接受 事無幾出什麼都沒有 你知道嗎 怎麼會 我不知道 還在不高興 所以所以後來我就 不過你們相對單純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先生 從前妻那裡帶來三個 這個太太呢 從前夫那裡帶來三個 他們又生了三個 總共九個 你看什麼 那我要問漫漫漫漫 你覺得這樣公平嗎 你會怎麼分 我覺得他對他的那個 沒有幾年 幾十年沒有見的兒子 給他四份是應該的 因為他親骨肉 OK啊 而且他當時彌補他 沒有照顧他 沒有陪他 他不是親骨肉 那個勢如己出 那個就不用 一毛沒有 勢如己出一毛都沒有 對 然後勢如己出 而且自己親生 親生的他從小 就沒有跟他在一起了嘛 對 那親生的 對 親生的女兒 也比就是後來 沒有在一起 我覺得你這個朋友 他這個生病 這個男生 他本身是有點重男輕女的 他即使他自己的兒子 他跟他幾十年 沒有在一起 可是現在醫生爸爸 也軟化了他 他覺得畢竟是他的 虧欠 虧欠又是他的兒子 我覺得給他 他這種心態給他最多 這是要加難 我覺得這個是很 我覺得這個案子 要從兩邊來看案子 不好意思 那個那個男生 他是個贖罪心態 其實我帶小孩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今天小孩子很如無 站在錄影前 站在跟他媽媽鬥嘴 說你 我有我的權利 我小孩子 我有權利 我要把我的玩具 放在我們客廳的中央 那我太太說就要收起來 不行 我就有權利 那其實在看待小孩子 這樣的心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有個 我很幸運 我還是在小孩子身邊 那他是釘子戶 他就一直哭 他就說我一定要把東西放在 因為我有權利 他說這個家他有權利 他哪有什麼權利 我有權利 我要把我的玩具 放在我們家中間 他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太太就說不行 手乾淨 哪有玩具放這邊 就早上就吵了 大概半個小時 那我在旁邊是勸了 勸了 那我是 其實我看到小孩這樣 你像我媽媽以前都怎麼處理 這樣 我知道 他才算了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小孩子就說 爸爸 我告訴你 老師告訴我們 在家家暴要打113 這個小孩將來對財產一定很驚益 他就很驚益 他很驚益 對 所以在旁邊 我在旁邊看 其實我在旁邊 我就跟孩子說 其實你沒有權利 因為這個家 我問你 你說你都有權利 請問是你生媽媽還是媽媽生你 媽媽生你對不對 這房子誰的名字 媽媽的名字 你權利在哪 你能夠放在房間是 是媽媽授權你放房間 沒有授權你在這邊權利 那他還是鬧 那我從這邊看到什麼 其實我很幸運 我跟小孩子有這段過程 就是我可以跟他 雖然很如 可是就我跟他有相處 可是我突然想到 如果今天我跟他相處 二十年沒見 我會想念他 然後我沒有辦法 他也許變得好變壞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他變壞 我會很內疚一輩子 他是變好 雖然我不見得會吃他一口飯 可是我覺得我會很開心 所以我看到 聽到這 我覺得他是一個贖罪 就是那對男生的算法 可能是說 我舊的家庭四 新的家庭六 他是四六分 只是這個六 他不知道怎麼猜 所以他會用三三三猜 四三三 就是四是前 前面的前面兒子 後面是六 他覺得說後面已經六了 後面六 自己生的三 另外你的朋友三 四五幾出沒有 為什麼 因為四五幾出 那畢竟他不是孩子 因為當他的感情是這樣子 他就不會想到 他不會想到四五幾出 所以但這個地方 是從男生角 我覺得女生不要生氣 不要難過 還有一招 就是總是有別招 對不對 是這樣 因為如果他們 我剛剛聽二十年結婚 表示這個男生也有財產 他如果資產往上升的時候 他夫妻還有夫妻財產的問題 那跟遺產沒關係 也就今天如果這個先生的財產 他有五億好了 五億 其中三億是這個二十年當中 多了三億 那這時候 他的遺產不是用五億來分 為什麼 因為太太可以說 你那三億是跟我結婚的 我要分一半 但是不用跟現在不要講 講的時候局舊夢破了 就是萬一真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是畢業之後 太太說不好意思 五億我先拿一億五 剩下三億五的時候 才到四三 太太自己有一筆錢 有一筆錢 所以太太還是要合言 也是跟他這樣 對 就是其實從 由從法律來看 反而是不需要相爭 因為你後來不死 你現在這件事情 還牽扯到什麼事情嗎 很多事情 還牽扯到贈語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年有二四四 兩百四四萬贈語 就好好回去覺得 如果我當時知道你這種做法 我就一定給我小孩灌水 你知道嗎 就是給親生的 每年都 都給他那個兩百二四四 然後我也就會給我的 自己的小孩一點 要是我知道你 我原來以為你是公平的 或者說但是我就 我就會灌水 所以媽媽有一個額度 每年 對啊 就是每個人可以給 另外一個人兩百四四萬 對 這樣不少 結果後來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 他覺得他會公平對不對 那這個是男人心中的公平 那我就說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分 你比較平靜 他說他至少要一半以上 他覺得 就是我二十年 你的愧疚 你為什麼要愧疚 你又不是不看他 是你老婆不給你看他 你的愧疚從何而來 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你今天 我跟你在一起二十年 對不對 我二十年你沒有看到 沒有相對我的付出 然後我居然跟一個 沒有看到二十年的那個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